书籍主教团经过六天会议 到了投票前最后一个主日 各自返回所属的领衔堂区主持主日弥撒 按照教会传统 各位斯多籍书籍主教 名义上都会担任罗马教区辖下一个堂区的主任斯多 但不得干涉平日事务与财政 不少民众专程到罗马 聆听多位下任教宗热门人选讲道 率领全球最大天主教区 63岁的巴西书籍主教舍雷尔 也在所属堂区主持弥撒 他来自信徒众多的拉丁美洲 又与教廷关系密切 被指最有胜算 预期他当选会提名熟悉教廷运作的人 出任凡蒂冈国务卿 而主张推动教廷改革的米兰教区总主教斯科拉 也是热门的教宗人选 不过他已经71岁 分析认为经过本土十六市主动退任 或者会令书籍主教倾向考虑较为年轻的人选 令教廷可以长期稳定 因为这次选举有更多的选择 未必很快会达成共识 书籍主教团今天开完最后一轮全体会议 明天下午进入西斯汀教堂推选新教皇 首日会议只会投一次票 若没有结果 之后两天会进行共八轮投票 直到有人取得三分之二的票数当选